兄弟,你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会只有一个烦恼 当你吃饱以后,就会有无数个烦恼 所以说,你一定要保持饥饿感,才能时刻保持清醒 哈喽大家好,我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椅,吞过铁球,练过气 火车道上压过腿,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前两天,有朋友一样聊一下农人小雪 他其实名字打错了,叫乡村小雪 这个我知道她,在我们老家旁边离得很近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唠一唠她 小雪今年32岁,来自河南商丘 她怎么说呢,应该不算是一个真正的自媒体创作者 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位演员,一个女主角 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她们是一个团队 一个有剧本的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早期并不是以小雪为故事线 这个东西大家看19年他们的视频就能看出来 后来才有了小雪这一系列的感情故事 这个东西今天我们不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家去搜索自己看一下 今天我们只简单的推算一下他们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的大概收入 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1290条视频 拥有粉丝117.3万,账号还没有认证,所以说收入和黄布黄威没有太大的关系 大家以后不要给我抬杠了 接下来大家再看一张截图,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它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151万 然后我们拿151万除以10 大概就能得出它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15万左右 兄弟们我看了一下 他们的视频大部分都保持在3到4分钟左右 而且单条视频的互动量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它的视频1万次播放的价格 我们就按照最低的30元来大概的推算一下 然后我们拿它单条视频15.1万的播放乘以它万次播放单价的30元 大概就能得出它单条视频的收益大概在450元左右 接下来就是团队的更新数量了 还算高产,每天更新两条视频,一个月大概更新6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453乘以60就能得出他们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大概是27000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21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21000乘以12个月就能得出它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存收入大概是26万多一点 兄弟们,首先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推算出来的这个20多仅仅只是小雪在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得到的视频播放收益 其他的任何收入没有计算在内 还有就是以上的所有言论只是我的个人猜测 还有就是以上的所有数据只是推算出来的,可能不准确,大家莫怪 视频的最后祝福,不论是小雪个人还是团队 生活上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短视频创作,红红火火,更上一层楼 加油,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 好的兄弟们,我是小龙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请把他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一起学习,互相交流,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